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多多指导 我重点就讲一下我们博物馆这几年的思路主题展览 在我们这个思路主题展览中 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些总结的 我们首先是制定了思路主题展览的规划 因为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性质是一个历史类的综合博物馆 所以这个思路主题应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为了弘扬我们博物馆的性质 周庆汉唐文明的性质 所以我们就制定了这个系统的思路主题展览计划 基于我们陕西就是历史周庆汉唐十四个王朝再次建都 而且它历来是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也是历史上对外开放最早的地区之一 汉唐都城长安它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中心 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的通道 那么我们的170万件的馆藏文物确实也是证明了这些中西文化交流的历程 那么我们也具有藏品的优势 值得一提是最近五年来 我们博物馆非常重视长安和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 专门成立了长安与丝绸之路学术研究中心 也召开过多次学术会议 那么这些学术会议从学术上历清了我们对长安和丝绸之路的认识 也是我们进行思路策展的学术支撑 那么我们很多展览也就是学术成果的转化 那么在我们的理念中 时刻都要把汉唐长安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考虑 那么它并非是一个地域性的都市 它是当时的汉唐首都和东方文明之都 所以我们沈西历史博物馆 当然我们也是国家八家三博物馆 我们时刻在策展中应该超越自己的地域性 从欧亚大陆的宏观视野来反映以汉唐长安为代表的东方文明 是如何通过丝绸之路和西方文明交流互建的 那么我们制定这个系统的思路主题展览计划呢 利益是这样的 一个是在我们管的这个陕西国大文明基本陈列中 要观传丝绸之路的主题 尤其是在这个去年518完成的这个 第三版的陕西国大文明中 我们加大的这个陕西国大文明中丝绸之路的分量 第二个呢 长期的这个原创特别思路主题展览 也是我们的规划 我们平均一年举办一次这样的原创特别展览 第三个呢 就是连续推出国内外的这个专题巡展 以及进行那个陕西和这个国内外思路文化的交流 另外通过这些各种思路展览呢 对我们带来了这个就是激活了我们博物馆各方面的活力 一个是这个思路学术研究的活力 一个是社会教育文创产品的开发 更重要的是增进了我们和这个思路沿线博物馆同行们的交流 就像这样的会议 使我们结识了很多同行 就是以后会成为我们工作中重要的合作伙伴 请大家以后继续多多关照 那么我们目前举办的这个展览呢 就是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这个三种模式呢 也就是和我们刚才那个计划是相吻合的 在基本训练中呢 就是在汉唐时期我们就是强调了这个丝绸之路 在汉代呢 就是当中国文明形成自己的基本性格之后呢 开始通过丝绸之路和其他文明进行这个交流互建 那么长安呢 它是这个丝绸的起点 我们通过这个长安城出土的各种这个移物 来展示当时这个 它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和国际大都会的风貌 那么这个汉代文明的成就呢 也是以一些这个代表性的文物 比如这个竹节巡奴 它体现了从丝绸传来的这个香料和薰香文化的这个代表 然后我们四大发明之一的纸张 罢巧纸和这些铜镜燕鱼灯呢 都是当时我们那个汉代文明的那个代表 那么在这个丝绸之路单元呢 我们以短片来这个展示张谦出使西域的坚谱卓绝的里程 同时展示以这个陕北大陵高途出土的金怪兽和这个流金铜残 来展示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里程 那么在魏济南北朝时期呢 这个丝绸之路依然繁荣 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陕西呢 就是以这个胡汉融合和这个佛教传入 这些是这个典型的这个文明符号 那么我们就是展示出这个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接展的安家墓石踏 这是作为这个展厅的中心来引领这个魏济南北朝时期的这个展满 因为这个安家呢 他作为一个素特人 他入华的旅程呢 也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个当时四处之路上的这种人和文明的流动 那么这个西卫侯一木出土的这个在斯骆驼 它非常形象 它这个就是就像跋涉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 驮着这个丝绸的这个骆驼的这个沙漠之周的形象 另外呢 我们这个又开辟了一个这个长安佛教的单元 因为在这个时候 佛教传入中国 长安成为那个佛教中心 而且在佛教艺术上形成了那个长安风格 这些在那个佛教艺术史的研究上已经有详细的论述 我们展示的就是其中门类代表性的造像 比如大型立佛像和一组这个石坎像 它们分别代表了寺院里最常见的两种这个佛教艺术 在盛唐时期呢 这个国都长安是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繁荣的都市 我们以这个短片盛世长安来展示长安这个繁荣的风貌 这个放在续厅也引领整个这个隋唐时期的这个展览 那么在这个展厅呢 我们整个设计这次的更新的设计是把这个展厅设计为一个开放的这个广阔的空间 中间是一组这个长的这个连柜 展示就是象征朱雀大街的繁荣景象 那么这个朱雀大街上呢 就是我们想象大家漫步在朱雀大街上 那么可能迎面而来是一对这个胡人的这个商队 那么引领这个商队的呢是我们一个国宝记的文物就是这个在月骆驼俑 后面是就是各种造型的这个思路上的这个驼 骆驼马还有胡商的形象 但是这些就是并不是同一个墨葬出土的 我们都详细标注了它出土的地点 但是从这个立体的构成了一个复原的这个思路上驼队的情景 更加生动 那么这个各种胡人呢 我们也把它们就是摆放出来 可以看到丝绸之路上这种多元性 在这个两侧呢 我们就是也是以这个漆类来分别展示 那个唐代文明的几个代表性的类型 比如丝绸 金银器 白瓷和三彩 那么这个思绸之路呢不仅带来了这个物质文明的这种丰富性 而且呢对社会风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比如说这个妇女穿呼服 骑马 还有这个打马球等等这些带有这个就是细域色彩的这种风尚也流行于长安城 他们这些通过这种整体的通贵的陈列可以交相辉映 比如说在一些文物上我们重点看到服饰的细节 在一些文物上我们又看到它们动态的组合 所以通过这次改成之后很多观众就觉得这一下就是获得好像身为其境地感受到这个隋唐长安城的这种面貌 那么作为我们第二种就是思路主题的原创特别展览 就是我们那个又特定的主题经过独立策划的又特定结构的这样一些展览 那么就是在2010年我们代表性的一个展览是《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 这个展览当时我们借鉴了甘肃省博物馆的展览 但是又重新进行了策划 这个展览对我们的启示是它的机制 就是多区与博物馆合作 另外我们这次展览是中国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的协调作用 跟我们重要的启示 这也成为我们后来举办大型展览的一个基本的经验 这个展览后来在全国各地寻展得到了各地人们的喜爱 另外一个就是2016年为了配合申疑 我们的一个《丝绸之路七十段河天山狼道路网》的展览 这个主要是通过图像配合一些经典文物来展示的 那么这个展览就是为最终三国神仪成功做出了贡献 我再说一下就是另外一个我们的特别展览就是《长安思路东西风》 这个展览是荣获了2017年度的全国十大精品奖 也可以说是我们这几年着力策划的一个思路主题展览 这个展览我们的主题就是像如同它的名字《长安思路》 中年反映汉唐时期《长安通过丝绸之路》和其他文明交流互建的过程 那么东西风即使指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过程也表明就是我们展览它是一种风格上的一种启示 这是这个展标 我们这个展标就是以这个紫色为底色 那么展览是珠红色也就是象征着唐的帝都的珠子这种正统的颜色 那么这个白色的上面这个飘带就象征着丝绸之路 也是一个丝带也是东西风一种交流的动态的这种浪漫主义的表达 那么这个展览我们也不是以具体的就是以这个主题来策划 但是兼顾时代分为凿空西域 中年讲汉代就是张倩凿空西域和汉代文明的和西方交流的过程 然后佛陀东来是讲魏晋南北朝二世纪传说的佛教如何在唐代形成圣唐风格 那么长安古风就是中年讲在唐代如何东西方文明在长安交会如何 和终点是它形成了超越性的文明 而且沿着丝绸之路在传往世界其他地方 那么这个是展览的展厅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把它分割为不同的空间 分割为不同空间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通过空间来分割单元 而且在每一个空间我们为了减少就是扶展 因为这个扶展太多会造成对主体展品的冲击 那么我们对主体展品就是进行一种像是艺术品式的展示 那么大量的扶展信息是通过各个空间的短片 影视短片来展示的 那么这些影视短片它的效果非常良好 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这是最后一个互动单元 观众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加深对展览的认识 并且扩展他们的知识 那么我们配合这个展览各种教育活动 尤其是我们邀请到了荣辛江教授给我们讲了一次讲座 这个讲座报名在一小时之内立即就所有的名额都报满了 非常受欢迎 这个是最后一个展厅 我们配合这个展览做的文创活动 和特别研发了一个展览的宠物 就是根据唐大胡福奇马俑而研发的奇马小女孩 在这个出入境展览上我们有几个值得一提的 一个是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陕西文化遗产图片展 这也是我们和哈萨克斯坦国立博物馆进行交流的项目之一 那么走出去引进来我们引进的是他们这个博物馆的伟大的草原珍宝 这个展览刚才王管长也提过 另外一个就是2018年在香港举办的棉根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 这是我们文馆的文物交流中心 为国家文物局和香港康乐集文化署共同举办的展览 当然是由我们历史博物馆来策划执行的 这个展览也获得了2018年的协作奖 刚才说了三种模式 这次我们探索出一种创新模式 就是这次我重点汇报的《木道真义》《评认玉夫的思路艺术世界》展览 这个展览是我们引进的一个展览 一般在原则上引进的展览就是它的展品已经确定了 比如这个评认玉夫丝绸洲博物馆的192件文物 而且这个展览在我们之前在敦煌研究院和国家博物馆都分别有精彩的展出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博物馆还要重新进行测展呢 是基于这样几种原因 一个是平成玉夫先生 他被称为当代唐玄奘 这就是我们展览最初的一个测展的一个出发点 为了展老我和我们陈列部的董理主任以及担任刑事设计师的马金川老师 2017年7月就亲自到平成玉夫美术馆去考察去挑选展品 重要的是去深入了解这个平成玉夫先生和他的藏品 在当时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就深受感动 平成玉夫先生呢 他追目玄奘法师的这个求法之旅 尤其是他在青年时期作为一个画家 他的这个艺术道路尚且迷茫 而且他饱受原子弹爆破的这个身体的后遗症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但是当他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到那个玄奘法师的这个画像之后 使他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动力 那么玄奘法师这个为一切艰难求法求道的精神 就成为他这个人生和艺术道路的这个指点或者说是巨大的精神支撑 那么这个平成玉夫先生作为当代唐玄奘 他的业绩也是巨大的 他为了追求真理和艺术呢 进行了150次的这个思路旅途 不仅成为思路画家 而且收集了大量的文物展示了世界各地的文明 我们就以这个事迹我们重新测展 那么在测展中我们还要强化我们博物馆对这个思路主题展览的计划 在以前的展览中我们就是因为时间或者是条件 我们只做到了西域 就是通过新疆自治区博物馆来展示西域 那么在西域以西的地方的文物我们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展示 那么这次是一个机会对于我们来说 刚好可以通过这个展览呢 展示这个中亚到这个思路终点的希腊罗马的这些文明 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平成玉夫的故事呢 就是和这个玄奘法式以及思路整体的叙事交织在一起 最后提炼出了这个展览的题目就是目道真意 来讲述这个平成玉夫先生通过思路旅途 追求真理和艺术真理的故事 那么这个展览呢 我们分成就是三个单元 第一部分是画博伟业 就是讲述这个平成玉夫先生的生平 通过年表和这个图片展示他的生平 重点展示他从事绘画艺术和现身文化遗产保护的 这些维护世界和平的成就 那么这个图片展示后面有一个15分钟的短片 可以看一下他的重要的活动 那么第二单元呢也就是展览的主体部分 就是思路求道 我们这个地方也是解题 就是目道 那什么道呢 就是分为两种 这不是真实的具象的 而是平成玉夫先生认知的思路世界 所以根据他认知我们分成两种 一个是佛之道 一个是美之道 那么佛之道呢 就是通过64件佛教艺术品 来展示这个平成玉夫收藏 他所反映的佛教艺术发源地 建陀罗地区的佛像的一些精品 那么同时呢 就是复展于平成玉夫先生的画作 他这些画作呢 都是他对着那些食物来画的 而且呢就是这些展示中呢 我们把比如除了佛像之外 他画了世界各地的佛塔 把这些平成玉夫画的这些佛像 和这个真实的建陀罗这些佛像 交相会应 好处是一个是通过这些画作呢 就是让观众立即就是了解了 平成玉夫先生的艺术成就 另外呢这些画作 从展览这个叙事上 可以把平成玉夫先生的艺术世界 和这个思路世界就是联系在一起 用这些画作来统合整个展览空间呢 就是具有非常和谐的这种美感 另外这次我们展览在形式设计上呢 我们遵循一种就是少即是多的原则 减少任何这个多媒体 对这个展览的空间的污染 因为我们去参观这个平成玉夫 思路美术馆的时候 感受到它的空间就是一个美术馆的陈列 就是仅仅有极简的这种辅展 所以我们也遵循了它的这个原来的风格 这个平成玉夫思路美术馆的人看到我们展出这个方式之后 他们也非常满意 然后在这个美之道中 我们就是根据还是地域文明吧 因为平成玉夫先生在旅途中呢 我们就思考他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文物 在收集中他是以什么样的理念和标准来收集的 后来呢我们就是感受到他这个是在追求 就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共同要素 不论是在希腊罗马还是在这个中亚西亚 人们遵循的这个美的原则 它已经总结出规律了 而且就是发现了这些全世界人民都遵循的普遍的东西 在这部分陈列中 我们就是以这个文明为单元来陈列的 在每一个这个背后呢 也是以这个平成玉夫在当地的画作 他对中亚文化遗产的这些画作来辅助这个展品的 尤其是在希腊部分呢 我们增加了那个和我们沈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个特别展厅 和家村藏品的这个对比 比如说在这个希腊的这个莱通的这个后面呢 我们就是复展于我们这个乡亲授手马脑杯的图片 这样观众呢 他很快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莱通气形的发展和流变 还有观众就是在看到这个之后 他立即下一步就去和家村那个特展去看 还有我们集中展示这个波斯沙善的这一组银器 和和家村银器的对比 那么这些年呢 就是学术界对波斯沙善这个经营工艺 对我国的这个影响非常重视 但是波斯沙善这个银器 它具体的气形风格装饰器是什么呢 通过这一组器物我们就是有了其中的展示 在展示期间呢 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那个专业的同事还多次一起到现场研讨 就是具体研讨这个波斯沙善引起和我们赫加村这些 在经营器之间的这个区别和联系 在中亚部分呢 我们仍然是秉持这个传播理念 重点是展示了这个丝绸和丝路鉴壁 那么在第三个单元就是 我们是另外一个世界叙事 就是平仁玉富先生的这个艺术成就 那么这个艺术成就呢 我们分为是从它的这个主题来分为这个石之意和镜之意 那么石之意呢就是 重点是它这个画框里巴佛它的这个真迹 就是它的绘画原作 它是造型准确地描述这些历史文物的题材 那么在它的这个历史文物画中 它倾注了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人文关怀 欧哥的不往今来欧亚大陆上的宗教人文自然 这都是这些它绘画的内容 那么平仁玉富他的作为艺术家 他重要的一个成就呢 他研发出一种这个新的这个造型的 就是艺术的风格 我们把它作为镜之意 就是他把时间和空间以及风景融合在一起 他晚年形成的这个风格强烈的这些大型的思路风景画呢 就是他经常把这个白天黑夜两种对立的空间呢 和大型的风景融合在一起 给人造成就是思路上那个夜以继日的这个神奇的这种景象 那么很多人呢 他们来一看这个 到一道这个展厅 他们立即回忆起自己曾经的某一次思路旅途 而且就是非常有感悟 那么那些即将登上思路旅途的人 他们可能会牢记住这其中的某几个画面 当他们看到真实的这些思路景观的时候 也会引起他们心灵的共鸣 所以我们把这个平仁玉夫先生的这个思路故事 在展厅的最后以这种情感的力量 和所有参观的人 和所有即将踏上思路旅途的人联系在一起 我们下午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